結婚多久了 四年多 快五年了 兩個人心裡閉著眼睛想一想 有後悔嗎 沒有耶 從頭到尾沒有後悔 沒有後悔 標的比較高 說謊啦 賀老師 對 而且為什麼要故意 學一個口音呢 其實我早就後悔了 所以妳跟保母是真的嗎 不要這樣 好 來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生了一個寶寶對不對 對 還想不想再生 這是不是你們夫妻兩個 經常會爭執的問題 問我 問她 我問你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 會吧 常常在討論 在討論 這個月啊 這個月在討論 這個月我想說這個月 對啊 就是... 就是想辦法生一個 明年再生一個 因為差不多兩歲嘛 隔兩歲 差不多 兩歲 三歲嘛 這個月有想過 如果這個月因為... 潘老師 你一直在說想要 Kiki沒有喔 我不是不想 但我覺得就是 我們之前有一個很妙的地方是 因為我老公他想要孩子的理由 讓我不太能夠接受 就是他本來就說一個就好 因為我們的小孩他很活蹦亂跳 完全遺傳到潘老師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有點 沒辦法復合 所以之前我們其實是有一陣子 是說OK 我們就一個就好 直到有一天呢 他突然回來說 某節目上面的命理老師 告訴他說 如果生了老二 而且那是老二 還必須要是數什麼 然後在某個月份出生 這樣對他的遇事是好的 所以他就說 那老婆 來吧 那這兩個月如果沒有你的話 就不要了 這...你不覺得這個理由 就是讓我覺得他好像 不是那麼能夠說服 沒有... 好像也沒有耶 你不用講那麼多 這個都老師也講 黃老師 好 我問到這裡黃老師 來評斷一下 那男人以事業為重心 雖然他只是白目 但是他不應該告訴我 對 不應該講 不是 他太講 但他不要用這種方法講 也就是說 我們再生一個好不好 那也剛好命理老師也這麼說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那還是要看你 你如果覺得帶這個小孩太辛苦 我們就不要相信命理 我們明年 後年再來生 如果你不介意 剛好命理老師也這麼說 我們就趁... 其實說法有白白走對不對 老師啊 我年紀不小啦 明後年我搞不好走了耶 布希臉 真的 那你講這個話 那Kitty怎麼辦 對... 對 其實...